在欧洲为疫情所困之际 我们看到在波兰这个国家 有非常多数的民众 尤其是妇女 却是毅然冒着风险走上街头 连日地进行抗议活动 抗议什么 抗议政府即将颁布的一项 严格的堕胎禁止政策 当然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 他们有宗教跟文化因素 强烈地反对堕胎 但毕竟人性跟文明 造成现代堕胎 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国家原来的法律 还有开一些后门 但如今有人主张强硬地 把这道后门都关上 当然堕胎牵涉到生命的权利 但如果全面禁绝之后 出现的后果很简单 就是地下猖獗 或者很多医师不敢实施 而造成一些不幸的小生命 却降临在这个人世 还有就是有人逃往国外 反正最后出现的 反而是负面因素更多 波兰正面临这个问题 堕胎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 在如今很多国家 还是非常争议 包括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从波兰这次争议的例子 你或许可了解 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 是多么的急迫跟敏感 大批镇报警察排成人墙 阻挡情绪激动民众 冲突事件发生在波兰南部大城 卡托为制 为维持秩序 警方喷洒胡椒水 逼得群众不断后退 镇报警察大执法将几名带头姿势的人 押上警车 抗议人士才逐渐散去 同样的场面也出现在第二大城卡拉科夫 抗议民众阻挡街道 镇报警察被迫以优势警力全面清场 一个星期以来波兰不顾疫情升温 全国超过50个城市 天天上演大规模示威活动 至少有数十万人参加 而且大多数为女性 首都华沙上万民众聚集在大教堂前 高举堕胎是权力的标语 抗议最高法院22号公布 禁止堕胎的法案 人群接着又转网 总统府继续向政府枪瞎 发泄心中的不满 在最大商港 也有数万人晚间 走向街头 高举标语 大呼口号 要求将法案撤回 以报警堕胎怒火 得先从1993年的法案说起 不来允许怀孕妇女 不能加以抹杀 判定违宪 引爆自由派人士全面发难 其实波兰贵为天主教国家 90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天主教 早已是全欧洲堕胎条件 最严苛的国家 去年有超过97%以上的 合法堕胎 都是因为胎儿天生畸形 有见这项条件被取消 等同于全面禁止 许多女性认为身体自主 全遭剥夺 在现代社会中 根本是在开倒车 除了民间之外 一批左派反对党女性 国会议员 也在释宪案出炉后 趁着开议期间 身穿象征女性自主的 黑色上衣 戴上黑色口罩 集体占据发言台 举牌抗议 其他支持堕胎的国会议员 则是用连起守备 形成一道人墙 阻挡国会警卫 进行强力清场 双方发生口角冲突 高分被叫骂声 不绝于耳 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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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洋市执政的法律 与正义党提出事先案 幕后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总统杜达 属于保守右派的杜达 五年首度竞选时 就承诺要恢复 传统家庭价值 因此对于堕胎法案 采取反对立场 今年七月竞选连任 结果遭到 华沙市长的强力挑战 两人缠斗两回合投票 最后杜达 才以百分之五十点四 得票率 险胜华沙市长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六 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 二十先竞选诺言 杜达趁着疫情期间 推动反堕胎法案 最后成功试线 还以防疫为理由 限制示威活动 更激怒反对派人士 你看民怨沸腾 加上自己又在试线后 确诊新冠病毒 神情俱疲的杜达承诺退让 同意让怀有致命性先天 缺陷胎儿的孕妇可以多胎 但反对派则要求 不止致命性胎儿 连同非致命性先天 缺陷胎儿都不该禁止多胎 即使总统态度软化 民众依旧不买账 认为势力庞大的天主教会 在背后支持执政党 有操控之嫌 因此波兰这次大规模抗议 大多针对教会 甚至还挑在星期日 大闹在教堂举行的礼拜活动 自由派与保守派 在堕胎议题上彼此拉扯 受影响最大的 却是无助的妇女 十多年前不到十八岁的卡洛林娜 意外怀孕 她男友无法养育小孩 选择堕胎 因为不符合法定条件 只能求助于地下诊所 根据规定 波兰医生可以签署良心协定 拒绝进行合法多胎手术 为了怕麻烦 不少妇产科医生 对孕妇隐瞒 胎儿有先天缺陷的事实 例如唐世证乔纳森 让照顾她的父母相当痛苦 缺乏正常管道 许多想堕胎的妇女 只好出国动手术 估计每年超过八万人 最无法出国的女性 只能采用偏方 甚至有人用衣架自行堕胎 也让衣架成为这次抗疫的象征 一架对抗十字架 身体自主对抗全面禁止 多胎议题撕裂波兰社会 在保障健康的前提下 宗教与政治是否该先放一边 才是人民最盈切的盼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